師生梅亞酒 想師生嗎 我最喜歡做這種 特殊實驗了 nice 很漂亮吧 這跟店裡賣的根本就是一模一樣 你那麼好喝啦 真的很厲害耶 我根本就可以開熊熊酒吧 超好喝的 喝太多我一定有一點酒精麻痺 我現在有點嘎雞 我沒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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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我關嘴 突然唱幾顆 HELLO 大家好 我是熊熊卓一彤 熊烤淋讚啦 記上一次開箱影片 上次已經開箱完了所有的居家調酒器具 今天我就要開始準備來正式調酒了 我們今天第一支迎接我們頻道的酒 叫做師生梅亞酒 想師生嗎 不要在外面隨便師生 在家裡師生可以 師生給你的老公或是男朋友 我們今天這支梅亞師生酒就叫做 Long Island 長島冰茶 這些以上的全部是長島冰茶需要的酒 好的 那我們長島冰茶需要的酒種 我有查了 來我跟大家講一下 首先就是Vaga 然後再來琴酒 還有這個萊姆酒 跟這個龍舌蘭 然後還有這個香橙酒 然後它的比例很簡單 就是這四支就是1 然後這個1.5 那這個果汁跟可樂就是隨性加 好不好 那我們就開始調酒囉 好 那我現在開始調囉 吃生酒 1 比1 喔靠 逼出來 沒事 這自己加 輕輕鬆鬆 1.5 1.5 哈魯有事嗎 好 現在酒已經加完了 擦一下桌子 我就加冰塊 那冰塊就是按照自己的口味調整 這樣一顆方便 天啊 好緊張喔 我第一次這樣用耶 My God 我朋友說要轉一下 好 轉一下 應該不會撒出來吧 Oh My God 好緊張喔 拍一拍 PASS 成功了 搖到這個杯子整個 變成霧的 他就說我們還唱的歌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先這樣 這個就是齁 這個是有個巧勁的 因為我這是第一次用 所以呢 OK 謝謝胸部 OK 酒倒起來 酒倒起來 有沒有 那個一個專業的感覺 就出來了嘛 是不是 這個空位的地方 是要拿來加這個的 柳橙汁 再加可樂 我是雙刀流 OK OK Nice 很漂亮吧 這跟店裡賣的根本就是一模一樣 你看這個顏色 那我們就來試喝一下 我跟你們說 我根本就可以開熊熊酒吧 超好喝的 欸 真的很好喝欸 Long Island真的是一個獅神酒 因為呢我現在喝下去 我完全不覺得有酒味 我只有感覺到就是有一些 可樂 再加一點柳橙的香氣 酒完全被蓋住了喔 可是我剛剛是下重本再加那個酒 你們剛剛應該有看到吧 欸很扯欸怎麼會這樣沒有酒味 我剛剛整杯喝完會不會喝醉啊 喔怎麼那麼好喝啦 這很厲害欸 就是你想要淡一點 你就自己加一些可樂啊 柳橙汁啊 然後梅啊就被你灌醉了 然後梅啊就被你灌醉了 你把我灌醉 突然唱幾顆 非常好喝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記得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掰掰 你以為就叫這一支嗎 不是的 這個是正統的Long Island 我等一下來測試一下 如果把這兩支換成別的 會不會一樣好喝呢 我現在已經整個信心大爆棚 讓我來為你們測試 變種的Long Island 變種的Long Island 這邊快轉一下啊 OK 歷經千千萬古終於後馬 那個瓶蓋爆出來了 好我們現在要開始測試了 我先幫杯子加個冰塊 我現在呢 幫我們的Long Island 特調一下 加一下蔓越莓跟雪碧好了 女生多喝蔓越莓對身體好喔 對復刻很好 好漂亮喔 很PINK耶 喝喝看 這個酒味比較濃 我再多加一點蔓越莓子 我覺得那個可樂 可以把大部分的酒味蓋掉 但這個的話 沒要不會濕生 沒要會嚇到 太濃 嗯還是太濃 Long Island你原來這麼烈嗎 我剛剛怎麼喝了下去 跟剛剛加可樂 完全是不一樣的味道 我喝了給你 如果你本身 很需要高濃度的酒精的話 蔓越莓加雪碧這一支是OK的 但是它沒有不好喝 我必須說 我不能砸了自己的招牌 它沒有不好喝 只是有點過濃 好不好 那我們現在測試下一支 烏龍茶加柳橙 試試看 這個茶你也可以選 你也可以挑那種 有帶甜味的茶 可能會更適合 我們今天那是無糖的 OK 是個Yellow的感覺 還不錯耶 我發現柳橙跟可樂 可以把酒味壓掉 這一支就喝了下去 這個可以 下來了 哈哈哈哈哈哈 好喝喔 好好喝喔 這個不錯喔 但是沒有茶的味道 可是我多加一點茶 我看有沒有茶的味道 我跟你們說烏龍茶多一點 它會有帶有那個烏龍茶的茶香 不管是什麼茶都可以 然後它會帶茶香 然後柳橙會把酒味蓋掉 這個我給過 這一支不錯 讚 OK 接下來這個是我最期待的 因為其實我是一個咖啡控 我每天早上 一定要喝一杯熱美式 不然我會覺得沒有起床的感覺 我想說 既然我們都要實驗了 我們來加個黑咖啡吧 我最喜歡做這種 特殊實驗了 黑咖啡加起來 這真正調整是看到會哭 其實這樣也很像可樂的感覺 OK啦 很水啦 你看這個酒 帶著一個 既期待又怕受傷害的心情 到底我自己發明的這個 黑咖啡Long Island 可以 還是我本身的酒精中毒什麼都可以 我在喝一口 我跟你講真的可以 帶著淡淡的咖啡的香味 有一點那種成熟男人的那種 很Man的感覺 然後再加上一些酒精 OK 你喝這一杯 你覺得很Man喔 我真的覺得可以 我總共調了原來的Long Island 跟三支 一支是曼月梅加雪碧的 然後還有一個是烏龍茶加柳橙汁的 然後跟最後這一支黑咖啡的 我個人呢 我喜歡茶味加柳橙汁的 因為你的茶加多一點的時候 它會你的酒會有茶香 但是你的那個柳橙汁會 把你那個酒味蓋過去 但黑咖啡這個單純是我自己個人喜歡 但我有點懷疑 是不是因為我前面已經 喝太多一點有一點酒精麻痺 我現在有點咖啡 我沒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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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真的覺得可以 OK 我現在要幹嘛 哈哈哈哈 請冷靜好嗎 我來幫大家排一下酒感好了 酒感最濃的是 曼月梅加雪碧的那一支 因為它曼月梅加雪碧的味道 沒有辦法完全蓋過酒精的味道 所以你喝下去就是 酒精味很重 很濃的酒感 就它沒有辦法 它這兩個飲料沒有辦法壓過那個酒精 那第二個酒感比較重的就是 基本款的那個Long Island 第三款的話 我覺得是 咖啡 我覺得咖啡其實基本 因為剛剛我咖啡其實加蠻多的 所以它其實是濃濃的咖啡味 但它還是有一點點酒感 那我覺得最沒有酒感 可能是我自己個人比較喜歡 我覺得是烏龍茶 跟柳橙的 因為它的柳橙 本來就可以蓋過那個酒的味道 然後你加了柳橙之後 你這樣 因為可能我茶又加了很多 所以它整個就是 滿滿的茶香 然後酒味沒有那麼濃 然後喝起來是很順口的 好 那如果大家還想看我調什麼 居家調酒的話呢 歡迎底下留言 然後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掰掰 餐理 感谢观看